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四的下午 今天恒生指数期货结算 表现还蛮好 因为隔夜的美股导致跌了900多点 我们今天低开之后 一路路收窄 差点以为到升 不过升不升都没问题 其实过去这个月以来 港股一直是跑赢美股 外围可能因为一些疫症 或者因为大选前夕的不够定因素 比较震荡一些 恒生指数由一个月初以来 它一直支持着 内印 支持了两三个星期 今星期轮到科技股份 腾讯 阿里巴巴 阿努破 今天轮到美团 所以始终都有个支持 今天低位20天线有支持 开出一支近300点左右的阳烛 我预期后市仍然是比较震荡 不出奇 不过也未必需要太胆 站稳20天线的时候 继续看能不能站稳24800 然后255线线 短期来说 都是科技股会比较 厉害 特别留意一支 没有近来的外股 斯摩尔6969 出了很好的第三季数据 连续两天大阳烛配合成交 相信后市有机会突破新高